今天跟大家实地报道一下澳洲的天气 看看我的头顶就好像 阳光非常灿烂 但是你看到我这样 就知道当然不是跟大家说这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我后面 很大烟 除了一块ND filter 可能好些 好了 好了 可能相机就不是拍得那么清楚的 那今天呢 你会看到 远一点的地方 好像很大烟的 有一层烟在这里 那今天呢 澳洲 我们Melbourne 又受到这个 龙烟的侵杂 那所以为什么呢 你又看到我戴了口罩 但是现在就出门口 晚点再跟大家说 先去了post office 又拿了这盒烟 所以明天呢 应该是后天 那又有这个开箱片 即是星期五 唉 那在车上 不行了太热了 脱一脱衣 那今天呢 就是20度温差而已 因为呢 之前我拍的影片 就说 Melbourne这里有30度的温差 那其实夏天的Melbourne 基本上就是20度温差左右而已 就不是每天都30度温差 每天都去到40多度的 不需要那么害怕 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最高温度20多度而已 但是今天呢 就是14到36 好像 那所以 我出去的时候10多度 然后现在已经是30度 所以很热 那大家都看到啦 烟就很厉害的 其实呢 我家附近又有着火 就已经即日破释了 但是呢 烟就不在那里 烟是在 Lucerville和Victoria的 交界的大火场那里 那个火场 距离我家大约 差不多100多200公里 但是那些烟就随着风向飘过过来啦 那今天呢 都不算大风的 而实际上呢 我们澳洲那些烟 已经 美国就说 太空总署就说 看到那些烟围绕了地球一个圈 又回到澳洲 那所以没错啦 其实呢 我们澳洲的山林大火 第一样东西呢 当然就是烟 其实烟是 不知道可能会不会飘上去 北半球的 那所以 其实是影响全球的 而另外第二样东西影响全球的就是 我们烧了这么多树 我都说过了 烧了三十几个香港总面积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烧了这么多树 那你都想而知 我们是少了多少可以製造氧气的树木 那所以其实呢 这件事呢 是真的影响全球的 那所以 这些东西大家就 真的要留意一下 最激烈的东西呢 就并不是我们澳洲的总理 最激烈的东西呢 就是 近期呢 有新闻报道 之前就说有人骗一些 捐款 做一些假冒捐 之前就说 但是呢 现在呢 看到有报道 就直接有些人呢 就去偷那些 捐款收集商 那所以这一样东西呢 真是 唉 我都没什么好说 那没办法啦 所以 人是自私的 所以 大家一起攬炒 一个人自私 其实是影响全 全地球的人 那我们Victoria州的州长就说了 在昨天 星期三的时候就说了 那其实呢 那些龙烟呢 就是在 星期三 已经到了 其实呢 有很多天气报告的那些人 已经说 星期三四五呢 那些龙烟是会很厉害的 在Melbourne 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星期二不去公布 那就说 龙烟对策呢 是怎样呢 就是叫那些人呢 如果你是有长期病患啦 就是你有心脏病呀 糖尿病呀 气管有问题的那些 就不要出街啦 因为呢 会对你的身体有 很大影响的 也都叫 14岁以下的小朋友呢 就不要出街 留在室内 安全的地方 这样呢 就可以 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其实这些 应该 很多人已经懂的了 所以 他 他说不说呢 都真的有少少浪气 我自己觉得 那没办法啦 那些官僚的东西是这样的 那其实呢 我家呢 前晚都停电的 是突然间停电的 停了 应该大约由两点钟停到 七点 即停了五个小时左右 那我睡着睡着看到有 的火光 就是有一下 闪电的什么 那我就出去看 那停电了 停电了几个小时 所以呢 没错啦 Bootfire 也有机会让你停电的 但是呢 就不关 应该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是吹了火啦 可能是 那些人开冷气的嘛 令到那些传承器 顶不住的嘛 跳了啦 我是没有开冷气的 那其实呢 我都建议大家呢 减少点开冷气 减少点温室排放 那所以你看到我现在的车里 我抹汗呢 原因是 我是熄了引擎 停车熄引擎这一件事呢 是大家必须做的 我明白很热 但是 那你就离开车啦 但是如果你要好似我这样留在车里 那你关了引擎 熄一下热啦 没办法 因为你 停车 不懂事 那是不停的制造肺气嘛 那 大家不要这样做啦 那我很难叫大家 不用车或者用了电车的 事实上 电车是不是可以完全去 零排放呢 那是有相确的预理 因为你 做够电池充电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 都是有牵涉气体排放的这件事啦 那我也都不会 叫大家说完全不搭飞机的 因为 如果你不搭飞机 你搭船 搭 几天船 才可以去到目的地 那几天船你都要吃的 那船又不是零排放的嘛 所以呢 我就 不想 不想斟着这些问题 因为始终 完全 坦布这一件事呢 有些东西是 其实你 快速完成 就可以省点排放的 我都明白的 那我不敢说 某一个方法完全是好 那大家注意多些环保的东西啦 那完全 说过一件事是不好的 我又不敢完全这样说 那所以呢 大家注重有环保啦 那这条片是这么多先啦 跟大家 报导一下 澳洲的 Malwan的那里的天气 搞那些烟就很厉害 如果大家想募捐的话 我之前那条片都说了应该 哪些机构会比较好 方便一点 无捐 那大家 尽量 帮手下 不要再伤害那些小动物 另外一个 很生气的新闻就是 山火已经这么惨了 令到那些动物 那还有人呢 去伤害那些动物 那我真是 完全想不到有什么形容词 去形容那些仆街 那这条片就是这么多了 See you nex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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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